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,每个人都应该经常想问你们这个问题,学人们都说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,在于认识自然,社会和自我,问题是如何做得到,读书和行路是必然的选择,知道学习重要性的人不少,真将努力践行的人却不多,人们都常说要学以致用,怎么做才算是学以致用,在现实中理论家不少。 而实践家则甚少,为什么?做理论家相对容易,而做一个彻底的实践家实难也。 所以,有哲人说,学习哲学重在自我体验和政务,从时间上看目前又到了来年读书的黄金时期,人们应该多出一些时间来读书和思考,读书的过程是提升自身精神修养的必要手段。 读书不能读死,要通过读书,用正确的方法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,要亲身验证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真理,在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对各种物质享受的无限追求之中。 一个人能否看破其中的虚化和陷阱,能否在对精神的无限的追求中,逐渐领悟到人生的真理?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,人生的要点在于不要错过最重要的事情,不要把生命都浪费地追求那些看似重要而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。 如何做到这一点,多人类历史上沉浸下来的经典,自我的深刻反思,和持久体验相结合是必须的。 没有对宇宙和人生真理自豪和证悟过程到一定是虚度的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